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这边的高丽菜 然后我是用我自己酿的那个苹果醋 去调制的酱料去腌的 那这个也是 这是我们的系列 所以所有的那个配料呢 我都是用在地的像马报啦 或者是我自己酿的苹果醋 去做调理的 那这个是也用马报跟翅葱去腌制的 五花肉跟那个鸡排 你们就慢慢享用 那这个是我们这边的 太雅图最喜欢 也不单单是我们太雅图啦 我们原住民最爱吃的这个树豆排骨汤 啊树豆 对对 树豆排骨汤 它那个 这个蛮养生的 然后这个南瓜是家里自己种的 然后我用那个鲜奶去把它 弄成那个南瓜淋奶 好 慢慢用嘿 好 谢谢 好 慢慢用咯 谢谢 客气 不如 他mit 我吗 我用米的 对 我是不是需要 例外比这样光加水 太雅 古味特pection 这么多 为了无法 arma 我们那一天有吃吗 他们说当天用的比较白 比较新鲜 我们在那一个 太鲁格那边 他帮你敲好了 我刚才要自己敲 素贞多厉害 一敲就变 我已经先帮你敲了 吃饭 吃饭是人生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跟谁吃 吃什么 在哪里吃 每一个人对吃饭的定义 都不一样 记得二十多年前 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那个时候常常听到 我们台湾的客人们 朋友们 中午一到 吃饭啊吃饭啊 我还记得这个笑话 中国大陆的导游会认为 驾崩 什么皇帝驾崩吗 语言的隔阂 语言的不同 创造出非常多的趣味 但在现在的社会来讲 好像很难感受到 这种氛围 大家比较会按照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认知 去评断着某一些事情 本位主义都变得很强了 但是回归到吃饭这些事情了 我们就会觉得 其实在很简单的餐食 精致的仓食 跟着不管是认识 或不认识的朋友 去享用一顿 很美好的餐食 只要大家都是志同道合 一起出来旅游的 大家的心都是一样的 其实吃这顿饭 你就会觉得心情特别愉悦 人生要吃很多饭 每一顿饭吃起来 感受感觉内容都不一样 何不每一次都很珍惜 吃饭过程的那种愉悦 你说是不是啊 我们现在来到了台中的福寿山农场 福寿山农场海拔2200公尺 到2600公尺之间 台湾的吉良山脉之间 有吉良山脉的森林花园之称 为什么叫森林花园 就是这个地方森林非常的茂密 再加上卫族偏远路途遥远 在这个农场里面 他可以看得到因为高山海拔的因素 使得这个地方他一年世纪的景色都不一样 每一年福寿山农场跟武林农场的枫叶 是最多人前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最佳的赏风时间点 往往都挤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来到这里 就为了一堵枫叶 主场设在中恒公路的中心点 离山后门 离山这个地方我相信也很多人 已经很久没有去了 自从之前的风灾等等 台湾很多的山 很多的道路在当时就都被关闭了 使得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没有办法前进 当然它的好处也就是因为封闭很久之后 这些山它就恢复了原来的生机 它的动物森林的植被等等 都恢复得非常的好 武林农场清清农场 合成为台湾的三大高山农场 日治时期 这个地方就称为松林跟蒙山 通往物色各部落的交通 物色也是大家非常非常了解到的一个 拥有历史事件的地方 在台湾也小有名气 我们现在来到了是福寿山农场 を探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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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的花艺做了非常多的研究跟深入的了解 所以在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在春天来临的时候 这些农场、这些森林景区 都开始会以花为一个主题 不断的去推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也就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大自然的美 那也有主题 也不像以前 来到这个地方 你不知道要去哪里玩 走马看花 然后大家 一下子就过了 现在慢慢的我们多了很多的景点 可以下来走一走 朋友们聊聊天 漫步在这种花海或森林域当中 感觉就很舒服 反正退休没事 到处走走 四处看看 有钱的更可以 三五好友 大家约一约 包了一个团 有时候虽然我们不是想要去讲这个钱 这种 你说他很熟气 是啦 他是很熟气 但是你必须要这个熟气 因为很多的东西 他还是要用金钱去购买 总使乐捐单位 红十字会等等的 他们也需要资金去运作他们的单位 所以钱虽然听起来很熟气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又必须得拥有他 因为拥有他 他虽然不能买到所有的东西 但是他也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物质需求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 如果当你还拥有那个经济能力 尤其是当你退休之后 那你更应该要好好的去享受你自己的人生 不一定你现在在看我的节目 你就一定到我这边来 当然我会希望你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但是你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选择 然后呢真正去体会 真正去了解旅游的乐趣 旅游的乐趣有很多耶 出去旅游可以认识到不同的人 交到不同的朋友 对不对 出去旅游可以增广见闻 出去旅游会让你身心愉悦 虽然累 但是回去思考了一下 休息了一会儿 一下子那种旅游的美好又来了 这个跟锻炼身体是一样的 当你去健身房举重的时候 举完之后会觉得 哇塞我的肩膀好酸 腿好酸 这几天都酸痛 隔壁多久肌肉长出来了 自己看了就很满意 旅游也是一样 出去还会累的 但是累回来以后 那种感觉 却好像吃了一体大补铁一样 身心都非常的愉悦 有的是非常多的人 更是期望着回来 能够看到自己 在旅游过程当中留下的影像 包括我们摄影下来的这些美丽的风景 N年后 十年后你再去看他 他一样是新颖的 一样是很感兴趣的 一样是美好的 回忆总是最美 所以我常讲 回忆是金钱买不到的 所以你要创造美好的回忆 所以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你会遇到很多开心或不开心 或不一定如意的事情 但是不要把它变成你不好的回忆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变成你美好的回忆 它变成是你在旅游当中的一个过程 就像我常跟我妈妈说的一句话 很多人都说慈祥的老奶奶 慈祥的老爷爷 为什么会是老奶奶老爷爷呢 很少说慈祥的小姐姐 原因就是 我们的人会随着我们的年纪 越老 你脾气的越大 越磨越浅 越磨越少 人生经历的多 吃的苦多 看的事物多 经历过的悲欢离合很多 自然而然就沉浸出 或者是锻炼出另外一个不同人生的你 当你在看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总是能够用很超脱很不凡的那种感觉 那种心态去看一件事情 特别像小孩这样 厉害 也要像年轻人这样 动不动就想起 对不对 所以我常跟我妈妈跟我爸爸讲 很多人都说慈祥的老爷爷 慈祥的老奶奶 但是现在我常看不到很多慈祥的老爷爷 慈祥的老奶奶 因为大家越来越多人的本位主义过强 我爸妈也是啊 那本位主义过强的时候就会让你对很多的事情不满 不愉快 甚至只要稍微不合你意 你就会发脾气 但其实不需要 有时候认真想一想 当你在看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觉得呢 是不是应该让他留下美好的回忆 总是过程当中有些不如意 但是都不要为了他而去生气 我记得前一阵子有遇到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说 哎呀看到多年前我们出去玩的影片 我还看到当时呢 跟我不愉快的那个人也在影片当中 哎 我就告诉他 那你想起了那件事了吗 他说 当然啊 我都还记得哎 我就说 那你这趟旅游 他说为什么 因为他让你留下了深刻的影像 当你再次看到影像的时候 你会想起那一幕 那一个画面 他不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过程吗 对不对 这么多年呢 你还气吗 应该不会了吧 如果会 你修行还不够 那代表你还可以继续锻炼 咯 树正老师 苹果 苹果花树下 苹果花树下 快来 苹果花树下 好大一片哦 你以后 花树下 你以后 你也会继续炼 苹果花树下 你以后 你也会继续炼 也会继续炼 我可以继续炼 那里面 我可以继续炼 那里面 你以后 你为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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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品质 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才能够创造出 像这样子旅游的方式 很谢谢这一次来参加的 大姐大哥们 谢谢你们 让我们能够 把这一次的国内旅游的行程 我认真来讲 拍的还不错 像国内旅游的行程 有时候节目做的比较短暂一点 但精致就好 对吧 顺便山是河湾群峰当中 最容易攀登的台湾百叶 海拔3237公尺 目前铺设的站道跟时间 从登山口出发 沿着步道1月30分就可以登顶 这一趟就我们这几位好朋友一起来 近来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出游 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上电视 但是他们选择 我们还是帮他们录影 然后再把这个影片制作给他们 他们也可以永久的怀念 真的相信我 多年后你会觉得这些影片超级无价 真的 你看到你会很开心的 有时候当下你并不一定会觉得 它很重要 但是多年之后 真的你会觉得 哎呦 就像他们说的 还好有你 制作这些影片 让他们能够回味 那石门山呢 这条步道非常好走 也很漂亮 适合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 走走看看 很棒的一趟和欢之旅 三二七五 最高点 每到了花季 总是人满为患的地方 每到了一个季节 武林就会最常听到的 他家 尤其是下雪的时候 因为台湾不常下雪 甚至根本不下雪 山上偶一为之才下雪 所以只要在这种 三千两百多公尺的高山上 一下雪的时候 大家疯了 一定要墙上来看 所以你看看 雪景是有多吸引人 雪景就很吸引我 我知道很多人很怕冷 怕冷的人 他就不敢到太冷的地方去 但其实很多时候不用怕 只要没什么太大的毛病 去这些地方走走看看 看看雪景 拜托我们台湾已经那么热了 对不对 总是要去看看 但不一样的环境吗 怕冷的我告诉你 那你就在车子上吹暖气就好了 那你说那不好意思呢 那你就几个人小团出发就好了 既取得了你自己要的便利 对不对 又可以到各个地方去走走看看 所以将来国外旅游 我们也会开始同步的推展出 客制化的精致小团 让很多的地方可以更深度的旅游 更自由自在的旅游 当然我也希望 我有更多的时间 能够陪伴着更多的朋友们 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 但我只有一个人 所以有时候不是每一团都跟得到 但很希望 很希望再次跟着很多的好朋友们 去到世界各国去 尤其也很希望 有这些小团体 能够深入到更多的秘境去 来吧 那现在呢 我们一样 小车小团来出发 河湾山观日出赏云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云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很早就起床 但是看着太阳 每天陪伴着我们的太阳 这样子缓缓的升起 在高山上 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 有时候旅游寻求的 就是这样的感觉 你自己想想看 每天都有日出 每天也都有日落 搞不好你家住在好一点的地区 开阔一点的 甚至你家楼层高一点的 搞不好天天都可以看得到 日出跟日落 全世界各地你都看得到 但就是不一样 上到山上那种氛围 当下的感受 跟着不一样同伴们 来到这个地方 这就是旅游的定义 不能全世界都有太阳跟月亮 是不是呢 但是氛围就是不同 当下的氛围 当下那种感觉很重要 那种感觉 它真的就可以让旅游 一辈子让你记住 所以懂得享受旅游美好的人 懂得enjoy 享受在旅游过程的人 是最幸福的人 Zither Harp 感谢观看 上的牧羊犬是我们的云林狗 中文翻译为云岛牧羊犬 那云岛牧羊犬在工作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到 有没有看 它现在站立在左边在看下面 它看什么呢 它在看牧羊人的位置在哪里 因为这个是牧羊犬它的天分 它天生就会将羊犬 往牧羊人的身边带过来 所以它现在在看我们葛兰先生在哪里 它要准备将羊犬带过来 那现在大家注意到 葛兰先生现在站在后面 牧羊犬 它就把羊犬赶回来 等一下葛兰先生不管走到哪里 羊犬就会跟着他 这个并不是我们葛兰先生长得比较帅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牧羊人 她的天分 他就会把羊犬往牧羊人身边推过来 那准备我们羊犬要通过这个幸福小 回到我们舞台区 雷小姐您准备好了吗 等一下您的工作就要开始 来帮我们做羊妹妹的分类工作 那这个分类工作其实看似简单 其实不容易 它在国外称为DRAFFIT 雷小姐她两只手要同时操控两片门 她非常精准快速来帮羊妹妹做分类 那因为分类你可以非常快速将羊妹妹分为三群 所以今天不管是公羊母羊 橙羊小羊甚至黑羊白羊 都可以使用分类力来协助牧羊人工作 那今天呢 好烫喔 很烫啊 刚刚在那边跑来跑去很热啊 而且她那个这个毛那么厚 嗯 超红的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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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青青草 青青草 我们在青青草原 青青草原 哇天气很好耶 天气很好耶 哎呦看到没有啊 大家在好天气的时候呢 就坐在草坪上 其实旅游有时候这样哦 你不一定每一个景点你都走得到 不一定每一个山都摆起来 但是没关系啊 有时候呢坐在入口处 去体验一下也不错啊 不要觉得这样没差意啊 撩到 人生没什么去撩到 那叫躺到 能够走出门 那就是赚到了 我们在顶礼仪坛做烟业油盐 好棒哦 在顶礼仪坛 感谢好朋友们 你们这一次来到了 宜蘭深度之旅加北恒加中恒 南投的普里鲤鱼潭小溪湖 是我们这一趟旅游的终点 看看什么叫做小溪湖 哎呦 还是带有一点中国风啊 对不对 你看这只龙啊 哎呦 摆着很帅气的样子啊 这种融合了台湾风水 再加上一些中华文化在里面啊 这里是我们这一趟旅游的终点 谢谢你们 下次我们国内外都可以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